吴启力上月报警称遇所闭门失窃损失约17万港币财物 已经辍学打工并和外籍网红女友同居的女儿吴卓琳小龙女承认曾回家取悟 但事前已经告诉妈妈 不知妈妈为何突然报警 母女关系再度结冰 直到日前卓琳18岁生日 母女一起庆祝 关系疑似破冰 吴启力今日在社交平台贴出卓琳与她的短信对话截图 卓琳以英文留言 我知你想要回你的东西 我一直到下周三都会很忙 我会带回所有东西给你 我们保持联络 吴启力则在社交平台留言 当有一天你发现 家里的东西都给家人和她的朋友们偷了 感谢天父给我这个经历 令我坚强没什么再过不了的 每天都在感恩中进步 不过 有网民认为吴启力公开母女对话不妥 将女儿隐私公开 抹黑女儿 让大家知道女儿有多坏 反衬出她才是慈母 吴启力将该言论截图贴出 并回应 喜欢网友的回应 隐藏 家里出事当算了 伤害家人是正常 为何要说 只是一个香港市民 家里出事也不能说吗 你可以不看没问题 不用浪费时间回应 香港言论自由 不用上星不用回应 可以不看 makung gm